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9日 已經是星期五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則 即時二眼報的事情 或是報應來得很合時的話題 很多時候 人們會很納悶 甚麼是報應呢 做了壞事 受到應有的懲罰 那是否叫報應呢 如果在法律層面上 是他要付法律責任 有些人做了很多喪心病狂的事 反而 也沒有 沒有報應的 我們看幾個例子就可以了 江澤民 活摘器官殺了那麼多人 他有沒有報應 就時看不到 兒孫滿堂 兒孫還控制著幾萬億 可能是美金的資產 幾萬億 大家洗一萬世也洗不掉 好 那麼 除了江澤民 還有很多很多例子 香港有個家族姓李 不是姓李 不是姓劉 每個人都想問我 L姓富豪是甚麼 L姓富豪有很多的 有梁 有林 有藍 有利 有賴 有泥 全部都是L姓富豪 當然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 但是香港的確有個姓李的富豪 當年是賣鴉片起家的 靠著拿到鴉片專營權 發達 現在還是銅鑼灣大地主 他有沒有報應呢 也有一點 好像他其中有 家人 其中有些成員 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 整體來說也算不錯 也算是富甲一方 在銅鑼灣很多人要交租給他 另外有個姓馬的 賣白粉的兩兄弟 也是有很多錢 也是兒孫滿堂 除了有兒子小兒麻痺之外 其他沒有問題 有沒有報應 有時未必有 不過 我們看 在俄羅斯 很多時候 即時有報應 即使報應不是在這個普京 發生的 但是 我們看到有很多 這些俄羅斯發生的 或者烏克蘭裏面的親俄人士 就即時受到報應 為甚麼呢 剛剛在這個頓列遲刻 烏克蘭東部 被俄羅斯侵略佔領了的地方 總統扎倫斯基 在6日就去了這個視察 這裡的軍隊 同日當地發生了一宗炮擊事件 一架停車場裏面 無端端受到火箭的襲擊 無端端 一架車就被炸毀 而那裏 其中死亡的一個人就是一個親俄的年輕女議員 今年只有29歲 炮擊影片在網絡風傳 俄國媒體最後也證實 她死訊 這個女人叫做29歲的皮羅鍋娃 在18年開始 一直擔任頓列遲刻人民共和國 分離主義的議會議員 這個共和國當然是世界不承認的 這是蘇聯 這是俄羅斯 用這些 那麼卑鄙的手段 去侵略 烏克蘭 分裂一些俄語區或者親俄的人士 建立一個共和國 蘇聯 俄羅斯做了很多這些 包括 北奧塞梯 南奧塞梯 還有 阿布哈茲 另外 聶斯特河原案共和國 這個就是在摩爾多瓦 那裏 分裂出來的 當然還有克里米亞 頓列遲克 盧金斯克等等 好 我們 看到這個女議員 當時由18年開始 從事這個烏姦 本身是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呢 這個我們暫時未知 如果是俄羅斯人那就更加好了 俄羅斯人死在俄羅斯的炮火那裏 天公地道 如果是烏克蘭人 也是天公地道 如果他本身是烏克蘭人 但是 甘願是作為這個烏姦 出賣烏克蘭這個國家 出賣他自己的領土 去幫俄羅斯 做這個 分離 共和國的議員 那是不是該死 絕對是該死 這些絕對是一種烏姦 頓列遲克 是烏克蘭四個 被俄羅斯強行佔領的地區之一 其他三個是 勞金斯克 克爾松 澤波羅爾 當然還有這幾個是這次打仗佔領的 其實 這個 勞金斯克和頓列遲克 打了很久仗了 打了8年仗了 14年開始打到現在 當時俄羅斯是 直接侵入了克里米亞 好了 現在 一直在 頓列遲克 勞金斯克打了8年 所以這兩個地方一直都有 快類組織成立 他們裏面也有總統 也有議員 議長等等 這次死這個 其實絕對是受到俄軍的炮火 是不是不激呢 不知道 誰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不過我覺得故意的機會很小 因為俄羅斯的導彈 火箭 沒有那麼準的 準成度那麼高 其實可能也是上帝幫他瞄 沒有上帝幫他瞄一瞄是不行的 普京有一段時間 很受人歡迎 尤其是有些自稱鷹派的人 開口 埋口 笑別人左膠 很崇拜俄羅斯總統普京 把他說到天上有地下無 決斷英明 一個英明領袖 基本上 重拾 彼得大帝的洪峰 結果 一場戰爭 充分暴露這個野心家 陰謀家 的無能 而且是無恥 他跟希特拉最大分別是什麼 他是被希特拉長命 他執政的時候 已經是被希特拉更加久了 希特拉也沒有執政20年了 如果被希特拉執政20年 也是普及這樣的樣子 甚至乎是毛澤東的樣子 好了 我們說回 這次 這個 親俄的 人士 死在他們俄羅斯的炮火之下 其實 不止一次 之前已經試過了 包括 在克爾松地區 有一些酒店 本身那個酒店 一大堆酒店 其實就是 親俄的一些商人 去開的 結果炮火一來 俄羅斯不認你是誰親俄 誰反俄 一律照澤 同手無欺 個個有份 當這些 親俄人士得到他們的炮火禮遇之後 他們很開心 當然了 開心的就是去見上帝 接受上帝的審判 當時有些專門捧普京的人不斷引用普京的說話 他們說原諒你是上帝的事 我的責任是送你見上帝 其實這個是洩獨到上帝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話 第一時間就把普京和他所有這些黨羽帶上去見一見 不過 其實我也不相信有上帝 不過 宗教的東西 這些無謂攻擊了 你喜歡信就信 你不喜歡信就不信 不過我個人 不是很相信的 但是 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些主宰 有些天意 這個是不是天理循環 報應不爽呢 是不是 那個未必是上帝 或者 可能有一班 好像 中共那樣 有不同的派系 有上海幫 有福建幫 有浙江幫 有秘書幫 有特務幫 有宣傳幫 有黨棍幫 是否這樣有不同的派系呢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始終 宗教 少年島的範疇 比起政治 可能會更複雜一點 好了 今次看到這個女議員 死亡 其實也是一個好心涼 為甚麼會有人 去做這些烏姦呢 在烏克蘭地區 其實主要是受到那種洗腦教育 他認為 因為這個俄羅斯 才是他們的正宗 他在他的心目中 不覺得是出賣的 好像台灣 你看到白浪 你看到一班紅瘦柱 他們不覺得他們是台奸 他們覺得我為了中華民族團結統一復興 有甚麼問題 問題就大了 問題 那個不是中華民族 那個是黃俄 是馬列嘛 他拜馬欣列斯蒙的嘛 他們 五個祖宗 四個是洋人 一個是漢奸 馬克斯 德恩格斯是德國人 列寧 是俄國人 史太林 是格魯吉亞人 全部都是沒有一個是漢人 但是漢人就把他們當作祖宗拜 那不是漢奸是甚麼 這班漢奸 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 任何跟中國共產黨做事的人都是漢奸 其實 都應該有一隊坐姦隊專門坐的 不過現在漢奸力量太強大 坐不了 這些人 以前 是會被人用石頭扔死 是會被人亂棍打死的 是應該死在萬刀之下的 結果現在全部都坐在廟堂上統治這個國家 你看到台灣也是 他的口號很響亮 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一 所以他就可以幹住這些出賣台灣的勾當 白狼如是 你的力量是在台灣給你的 你試試在大陸 你被人鬥死了 可能你鬥死人也未來 你最多是 你只是連環子拐大褲那些 你一樣不會有好過的 你鬥得人是被人鬥得你的 紅瘦柱當然是70多歲人 以為現在為了祖國統一事業 現在這個總國 是賊 是土匪來的 是漢奸來的 其實跟這個女議員的心態一樣 他以為大俄羅斯才是他們的歸宿 所以我支持統一 我支持回歸俄羅斯 沒問題啊 你們分離分子 這樣就錯了 這些 可能真的是 從教育方面 是要著手 所以我們的責任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令到人們覺得 起碼要懂得辨別這個正邪 事惡 對錯 天理循環 報應不爽 有沒有上帝也不知道 但是報應 是應該會部分有的 你說是不是一定會出現 就未必一定會出現 不過 在戰場上 出現的機率率是大一點 在和平年代出現的地方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真正確的